又来一将,勇士库里,科尔有望招名誉老将求你,他加盟无人赶黑,这个夏天NBA的自由市场,是前所未有的动荡,先是乔治留守雷霆,破坏了胡人的节奏,再有就是詹姆斯,远游西部,保罗的续约稳定了火箭的军心,但是要说最大赢家,那还是勇士队,理由大家都知道,历史首发五巨头诞生, 靠新思加盟勇士的合同仅仅只有530万美元,这是前所未有的低,勇士这一举动让所有球队的自信心,都受到了严重打击,仿佛其他球队的补强变得苍白无力,很多球迷开始佩服勇士的高层,到底用了什么样的语言,说谷考神加盟,然而更加不耐的的消息是,勇士还不满足,他们需要的继续补强, 目前队中还能容纳两位球员名额,对于勇士来说,年轻球员是不能接受的,他们需要一些顶级的老将来稳定球队的内部,那么联盟中目前还能够值得他考虑的人选并不多,但是卡特不合这样的条件, 要知道,卡特在联盟中的声誉是非常好的,年轻时候的实力也是非常了得的,勇士全体上下非常渴望卡特能够加盟勇士,特别是科尔很是欣赏,据说球队一二当家库里和杜兰特都会联合招募这位名誉老将,球迷表示卡特加盟勇士是唯一不会被嘲讽的球员, 他在联盟的表现和态度足够大家尊重,跟考心思相比,就是两个不同的差距,祝福卡特,不管如何选择,希望能再指叶生牙默契,没有遗憾。